中广早报新闻 好提醒您现在时间7点30分 欢迎收听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今天是中华民国109年5月14号 星期四了 农历庚子年4月22 早报新闻开始呢 来关心一下今天 各个报纸在头版的新闻聚焦 国内昨天是又是零新增确诊 在零确诊部分已经连续6天 而且是第三次又一个6天的一个循环 而在本土病例部分则更是连续31天 没有新增的本土病例 所以现在在国内自己 我们本土的疫情相对来讲 应该是已经缓和下来了 所以各项的纾困振兴措施 要开始启动要上路 今天早报在头版头条部分 就是聚焦在纾困以及振兴 这两个话题 今天联合报头版头整理了到目前为止 很多政府的纾困方案发放的一个现状 最后结论是 因为很多地方担心说 最后如果说发出去之后 条件不符合啦 或中间有什么样的问题 最后自己要被追究责任 所以大家不太敢发 今天在联合报整理说 其实很多地的纾困金都是零发放 根本都没有发出去 而在自由时报 今天头版则聚焦在行政院 要给大家 在疫情过后一些方便 包括房贷车贷 以及个人的卡债部分 要展延到年底 这是自由时报头版头条的聚焦 而中国时报的焦点呢 则是地方现在要振兴经济全面动起来 那中国时报今天推出来 在大标题的是高雄的一些政策 高雄要发 利用5000万元 投入各项一个振兴措施 当然其他各地 地方政府也有陆陆续续 有一些相关的规划 像内文当中就有提到说 高雄的预算是5000亿 那台中打算5000万 对不起抱歉 5000万 那台中打算用7000万 而桃园是8000万 所以大家都动起来了 但是中时最后结论是 地方动得比中央更快 好这是中国时报 今天的头版头 财经焦点 今天两个报纸呢 头版中间都是台北股市的表现 因为台股昨天是拉尾盘 油黑翻红 那当然整个盘式的变化呢 是相当值得推敲的 另外在头版头条 则是美国联准会 现在不打算采负利率 但是川普希望 所以今天 在两边的看法不同呢 被工商时报 放在头版头条来报道 经济今天二版 则是台湾央行的态度 昨天我们的央行说 我们也不会负利率 基于考量到种种的因素 觉得其实是不适合的 经济头版头则是 台湾过去相当自豪的 这个制鞋业品牌保存 因为这波疫情的影响 要把湖北厂给关掉 要裁员了 当然对于业界来讲 跟先前保存一个好业绩 落差相当大 所以这样一个现况呢 则是放在经济日报 头版头条 但是保存自己也有说 这个湖北厂 其实它的出货量 不到保存整个 企业的2% 所以认为影响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大 好这个是今天各个报纸 在头版几个比较大的新闻方向 我们先帮大家整理一下 提供给您参考 再来听到的是详细内容 今年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多地纾困金零发放 正月猛加码 但是地方不敢发 劳工纾困贷款 加码50万个 昨天有提到 这个贷款的部分呢 其实还蛮踊跃 名额是50万 但是呢 后来到昨天为止 是54万人申请 所以昨天在行政院会之后 又宣布说 我们再加码50万个申请名额 昨天早报 劳动部还比较保守 说大概增加30万到35万 不过行政院很大方说 50万个 这是10万元 劳工纾困贷款的部分 还有受到疫情影响 金管会要求说 银行如果有人来 带这些纾困贷款的话 1000万以内 你的手续费 不能够超过1万块 好这个过去 北复营被说 好像要收8万 要收多少 那大家算算觉得 有点太多了 所以金管会直接规定 不能超过1万块 这是联合报 今天的头版标题 自由时报 头版标题说 疫情冲击 影响到一些 还款有困难者 所以车贷 房贷卡债 可以延到年底再还 这是自由时报 今天的头版头 自由在头版当中提到说 金管会主委 顾力雄昨天宣布 个人贷款 刚才提到 车贷房贷卡债 本来说是延到7月底 现在再往后延 延到12月底 而且所有的银行都适用 行政院今天要内阁总词 龚明星昨天也向外界说明 政府各项纾困推动的进度 他表示到5月12号为止 各类纾困贷款突破5000亿元 一共核准了5483亿 纾困26万户 纾困现金发放部分 合计发了大概488.67亿元 纾困252万人 据产业方面则是补助393亿 纾困1370万人 好这个数字的部分 这是昨天行政院公布 自由时报在头版引述报导 回到个人的一些纾困 昨天很多地方不敢发 到底情况是什么 联合报说 根据统计因为部分县市认为资格审核很困难 那他们在第一线没有办法直接做判定 担心错发 所以暂时没有发 又或者发放的比率偏低 全台湾现在包括宜兰县新竹县花莲市 一块钱都没有发出去 所以昨天卫福部又把地方的 这些政府的负责人找来开会 说我们尽量相信民众 你只要输审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有符合或者是说 其实应该符合就可以发钱 这是政府的一个这个方向跟原则 就是尽量从宽让民众拿到钱 但是乡镇市府的从业人员都很怕被究责 花莲市公所则说只拿身份证 还有切结书真的很难认定 他是不是符合啊 那第一线过去这些公务人员 做事比较谨慎 政府尽管说要从宽发放 但是你看到他就一张身份证 然后自己写了一些东西 你就要给他钱 好像在第一线的执行上 总是很难跨出这一步 所以就说不太敢轻易发钱 台南的发放率最高也只有一成左右 台南号称是全国最高 但是呢也只有10.4% 换句话说全国最高的县市 也大概只有10%的人可以拿到这笔纾困金 行政院说接下来呢 包括了当然刚才提到 有很多的一些纾困贷款都是扩大的 所以呢希望这些钱借到劳工身上 或民众身上能够刺激消费 同时连接下一阶段的一个振兴经济作为 这是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讲到振兴作为中国时报 今天头版头的这个大照片 以及呢标题是地方振兴超前中央 高雄开了第一枪 昨天高雄市长韩国瑜出来 说现在高雄规划的振兴措施 打算要投入促产基金的5000万 来振兴观光文化商圈夜市 希望各项刺激能够增加买气 其他五都也说我们都有相关措施啊 桃园市长郑文散说 我们现在的规划经费 关于振兴部分是要投8000万元 主要高雄锁定的是 包括商圈跟夜市四大领域 另外公有市场的租金减半 针对摊商也减收600多万元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共渡难关 台中纾困九件投入超过7000万 台南则说台南的扩大纾困 兼合发件数跟金额是全国之冠 你必须要先做到这个 再来谈振兴 民众才会有感 所以振兴的措施呢 台南还要再进一步评估 台北市的看法差不多 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说 你要先有纾困才会有振兴 所以北市府会先用减租减税 优惠振兴的原则 提出相关的措施 先阶段是在减租跟延租部分 他说现在预算快没了 可能还要试一会追加预算 才能够继续做下去 行政院被质疑说 好像地方的动作比行政院更快 行政院昨天回应说 我们很欢迎地方来加码 政府提了很多的振兴方案 慢慢慢慢要推出 如果地方帮忙做 或自己做当然更好 所以欢迎地方加码 这是目前中央政府的一个回应跟态度 今天在各个报纸 其实都做蛮多的 可以给大家来参考 中国时报今天的二版则是来关心的是 接下来刚才提到内阁 今天要总辞 所以包括了我们的部会首长 都要提出一些新的异动 今天早报有一些爆派的报道 我们来听听看 到底有哪些人的异动 我们可以来关心 今天各个报纸 除了来回顾一下过去 小英政府在第一任期的一些表现之外 也报道了 接下来在人事部分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异动 忠实今天的二版版头说 内阁今天总辞 人事两阶段为条 当然高雄的政局会牵动 副格魁人选 内阁今天总辞进入看守期 大家要拍毕业照 受到罢含因素影响 改组会分两阶段 下午苏魁会先展开 格园的微寻工作 预定520之前 敲定第一波的名单 其中政委员 郭明星可能接替陈美龄 接任国发会主委 而文化部长郑立军 科技部长陈良基 将会离任 在6月6号 罢含投票之后 因应副院长陈其迈 到底会不会投入选战 接下来还会有 另外一波的调整 而郭明星接陈美龄 接国发会 应该是已经确定的 那昨天在立法院 有很多委员 问这些 现任的阁员说 你们有谁接到 这个留任电话 或者是异动电话 不过当然 这个院长没讲话 谁敢讲 所以大家都 没有回应 都说不知道 好 再来听到的是 除了这一波的 这个人事异动之外 今天在联合报的 头版二题 关心的是 蔡英文任内 特别预算 可能会破照 前瞻再编 4200亿元吗 21项轨道规划 作业很慢 执行率大概 只有28.3%左右 来看一看 这个520新局的挑战系列 过去的一些作为 跟今天的一些 期待到底有什么 联合报在 头版三版 做了一个半版面的 一个规划报道 头版二题 就是来看前瞻预算 今天联合报 头版二题说 立法院昨天审前瞻预算 后期四年经费 规划增加筹编 4200亿元 蔡政府到目前为止 特别预算累计 达到8772亿多元 如果通过前瞻 新一期预算的话 就要破照了 可能成为 历届政府之冠 立法院预算中心说 地方政府等执行机关的 作业进度落后 导致大部分 轨道建设规划作业 执行预算率欠加 刚才有提到 大概21项执行率 只有28.3% 尽管过去 扁政府时代的 新十大建设 还是马政府的 爱台12项建设 历年来 政府举债 编列特别预算 支持大型的公共建设 都是常态 这个蔡英文并不是第一个 不过今年的预算执行率 竟然只有28.3% 还有11项是挂零 这个就有点 需要再监督了 今天在联合报也说 地方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台铁局 跟地方政府执行机关的 作业进度落后 报合作业延迟 以及可行性的研究 通通没有核定 所以这些轨道建设 就是认为大家觉得 执行率太差 表现不好 而联合报今天的 二版记者陈信文 就来讨论说 这笔将近一兆元的预算 执政脑立委 在委员会当中 三肩齐口 到底这些钱用到哪里去 怎么去 有没有好好的善用 好像很难 这个让大家去了解 今天联合报说 钱瞻大撒币 能不心动吗 就算危及国家财政 但是投洗了一半 也不能够 失灵灵的就离开不洗了 今天联合报来监督一下 我们的钱瞻建设 到底现在钱花到哪里去 这么多钱 今天联合报是直一说 本来的这个特别预算 总金额8800亿元 被砍半 现在又复活 成为房间里头的大象 而且呢 一副是理所当然的样子 计划延后 公务预算会面临 更多延伸预算 地方政府怎么样从 前瞻预算挖出来的 大财坑当中生存下来 当然国家财政 也要好好来监督 所以今年联合报呢 是相当关心这个议题 今年放在头版跟二版 内业的三版则是 分配不正义 蔡英文的改革 在第一任期 没有切中把心 劳保年改 破产炸弹 纵容违法农地工厂 轨道建设 撒钱政治 未来四年 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记者许俊伟 整理了一些 过去第一任期的施政问题 刚才提到 包括劳保年改 不作为 只敢对军工教开刀 有关千万劳工 劳本权益 是分配 是世代职业的不正义 为什么对军工教 这么敢做 那么对劳保 就不敢动手呢 另外在下半版面呢 还有包括 刚才提到 程序不正义的 前瞻轨道建设 土地不正义的 农地工厂大设 矿业法 跳票等等 今年联合报 统统一一来检视 除了这个刚才有提到 这么多的一个问题之外 今年在内页当中 也有提到说的是 中国时报的 头版二题 昨天呢 有人向总统成行 那总统也写了 亲笔信回应 今天中国时报 放在头版二题 内页的三百 之一的是司法改革 总统是不是说真的呢 为什么这么讲 这是先前台中 牙医诊所里头 这个涉案男子当事人 跑到他找他妹妹 找不到嘛 就冲到牙医诊所 去杀了这个牙医 后来因为一审 二审都认为这个当事人 在行凶当下的精神状态 并不是很稳定 说他罹患思觉失调症 不过在二审的时候 有给台中荣总去做鉴定 台中荣总说他至少 在行凶的时候是正常的 可惜法院并不采纳 这份鉴定报告 所以最后呢 他还是逃过死刑 免死 维持无奇徒刑的判决 而这个王医师牙医的太太 就写信给蔡总统 说这个社会破了这么多的洞 司法破了这么多的洞 希望总统帮帮忙 那蔡总统就回应他啦 说呢 会答应来改进司法制度跟法制 强化对精神疾病病患的照顾 好这个信呢 今天中国时报放在头版二题 内业记者林伟信的特稿说 那什么都去找同同啊 总统一句话 我们就来做司法改革 我们就来照顾精神病患 要这些救济程序干什么呢 说其实总统多次哦 对判决当中的个案做评论 铁井被杀无罪案 也下指导 其支持上诉 干涉审判独立 证明司法改革只是一场戏 好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论点哦 在早报也是有相当多的一个报答 好继续来听的是啊 今天在自由时报头版二题 道江学院突然退场 失声通通不留 上帝续租要5000万 所以董事会决定停办 下方提离职经 教职员抱怨说 你怎么说倒就倒呢 太快了 让人措手不及 而学生部分则要辅导转学 换句话说 老师学生一个都不会留下来 最主要的原因是 少子化影响 现在道江的招生困难 收入大减 不过道江的财务 还算健全 没有负债 也没有欠教职员的薪水 所以老师们有点措手不及 这部分呢 自由时报今天是放在 头版的下半版面来报道 内业自由也有分析说 少子化风暴影响五年内 私校可能至少倒时间 高教今年面临中型的地震 必须要严家以待 也严正以待哦 好好来做一个 这个适当的介入 好另外 自由时报今年头版二世 陈时中很开心说 第三度六个零 小朋友可以出去玩咯 很开心哦 昨天在记者会上 秀出了小朋友 送给他的医护铺满 那里面呢 小朋友存了 大概有两三千块钱 送给陈部长 那陈部长说 钱我先退回去 铺满赔我一个星期之后 我再还给小朋友 希望小朋友继续存钱 这个当然不是存给部长 存给自己用的 好当然除了 昨天的这个小朋友 这个比较温暖的一些 新闻花絮之外呢 政策部分 今天联合报内页说 连续三十一天 临本土酒店跟五厅 现在可以有条件开放 什么叫有条件开放呢 就是符合这些防疫原则 稍早有提到室内啦 如果说是 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 以及呢 或者是设格板 当然这个有发烧 量体温等等 这是一定要做的 如果说是 可以的话 一定要采梅花座 要落实等等防疫新规定 那所有的行业呢 就可以慢慢复苏 恢复正常的运作 其中当然也包括了 酒店跟舞厅 至于艺文活动 昨天指挥中心也说 只要做到基本防护 落实实名制 随时都可以开放 换句话说 原则就是防疫新生活的指南 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行业 做什么样的活动 只要符合这些防疫新生活的指南 戴口罩 社交距离 隔板 或者是梅花座 应该都可以恢复正常了 但是记得哦 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哦 要国中会考 在会考的戴口罩部分 陈时中说 我们没有放宽哦 要全程戴口罩 至于其他各县市 陆陆续续有说 要取消戴口罩的禁令 新北桌周五决定 而台南则说 我们不能因为部长陈时中 他在记者会上设格板 他没戴口罩 大家就不戴啊 口罩还是要请大家帮忙戴起来 戴好戴满 要等到真正的 我们觉得非常安全之后 才会来考虑 而双铁要取消座位禁令 驻防疫旅馆的部分呢 接下来医护人员是有补贴的哦 希望能够 谢谢他们这阵子的辛劳 不过今天周时也有提醒哦 说小朋友出去玩 要特别注意哦 就是包括沙坑啦 包括球池这些高危险地 最好还是不要靠近 或者是说要保持自己的安全 跟卫生器的勤洗手 不要摸眼睛啦 嘴巴鼻子等等 亚洲爆发第二波疫情 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大陆 吉林等地武汉等地 都因为太快放宽防疫措施 所以现在好像有第二波疫情回来 不过陈时中说 做好尽管跟个人防护 他对台湾其实相对来讲 是有信心的 大家不用担心 好再来听到的是 今天自由时报 头版下半版面 庆祝开通60年 中恒剑行队 经典在上路 观光局参山 国家风景区的 中恒公路 开通一甲子 赴科当年的 经典自强活动 中恒剑行队 彩线团5月9号出发 今天自由时报 有彩线团的照片 放在头版的下半版面 上半版面则是 MIT 昨天白宫的官员 都戴上口罩 口罩的左下巴 这边有 Made in Taiwan 这样一个照片 自由时报 放在头版来加以报道 我们休息一下 时间7点50分 广告之后回来 还有内页新闻 跟财经焦点 不要走开哟 中广新闻网 有Telegram官方账号咯 没空找新闻 就follow中广新闻 Telegram 重点新闻 踢过来 时事话题都能接 简单三步骤 下载注册Telegram 搜寻大写BCC News 对不起 我要整理一下 我的报纸 嗨嗨嗨 我觉得那个李莱西 骂往往是白痴吗 那你真的就把 环规拖下去 因为 王尔玉是因为挺韩才被他骂 那我觉得你这是要害死韩国瑜 因为真的是 你知道你就是 人家说什么 生鸡蛋没有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有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国民党跟他切割是对的 然后军公教也应该跟他切割 我觉得他是把军公教给落下水了 因为毕竟人 在人跟人之间还有一个基本做人道理跟价值 什么话可以讲 什么话不能讲 这很清楚 再来我要很好奇 小英总统对于 陈水扁特色案的一个表态跟操作 因为他现在身边通通都是主张射扁的人 但是台湾民社会是不主张射扁的 所以包括陈局包括赖清的都要特色扁啊 那你要怎么操作操作到人民可以接受 我很好奇他怎么做 然后钱瞻刚才有提到那么多钱 然后纾困有那么多的这个预算下去 我觉得再留子孙以后台湾这孩子怎么办 你不要忘记冰岛 不要忘记希腊 这些硬件不远哦 你当初大坎军中教年改的目的 不就是因为国家财政困难吗 然后你现在这些钱这样的用 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担心 7点52分 欢迎回到中网早报新闻 我是谢业荣 继续来听今天的财经报纸 经济日报头半头 说震撼保存湖北官厂裁员 这个全球制协业的龙头 疫情重创了运动品牌供应链 全球制协龙头低波资前4000人 业界说第三季的叮当到现在还不明朗 保存自己则说 湖北厂的生产出货量占集团制协总量的不到2% 而且疫情爆发之后 已经跟品牌客户沟通 原有订单已经转厂生产 对保存整体的产能没有重大影响 这是疫情爆发到现在保存第一波的官场 以及缩减员工的人数 下面版面台股黑翻红 四大内资称盘 八大公股行库连八买 投信连六买 自营商跟受险加码指数 昨天重新回到 10900点大关 台北股市工商时报 今天也是头版二题 三题才点火 台股尾盘拉百点 投信大举加码 包括5G平盖生计类股 推升指数收复10900点 今天两个报纸都关心 昨天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 再来在经济日报 头版下半版面说 鲍尔表示美国需要更多的刺激措施 联主会主席说 必须由国会推出阴影对策 才能够使国家脱离经济的困难 对于鲍尔说 美国需要更多的一个经济措施 川普更明白 川普今天工商时报 头胆的头说 川普叫联准会跟进负利率 但是被联准会给拒绝了 鲍尔说 会以现有的政策工具来因应疫情 建议白宫扩大财政刺激 另外在经济 今天的内业则是 我们的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我们不会实施负利率 说我们的步调跟美国态度一致 避免影响到银行的经营跟存款户 影响货币传递机制跟经济成长 经济日报 今天的编栏重点 4月的PPI奏降 通缩拉紧报 以及苹果牵线 力讯投资可乘 和泰车大惊奇 第一季获利创新高 台速化美国新厂 准备要动工 工商时报 头版右半版面 是包括MSCI连武将 台股觉得很委屈 那我们的权重 主要的三大指数 通通是被调降 以及大变革 频道授权费要采收市率分配 受险4月坠癌 新契约保费623亿元 和泰车第一季 每股赚6.35块钱 以及拉回景序 每股的本益比攀升到 20年来的新高 另外旺报 今天的头版头条则是 台湾企业裁员停看厅 因为大陆是不能放无薪假的 缩边限制很多 但是疫情的影响 又一样是这么巨大 在路的台商裁员 撤厂要怎么样避祸呢 旺报今天有做了 好多版面 大概三个版面的 一个分析报道 据苹果今天头版头 以及中国时报 今天的社会版 都是盐清彪的活体换肝 经过11个小时的手术之后 大甲战狼公 董事长盐清彪 他的患肝手术相当成功 换给他肝脏的是二儿子 颜仁贤 两个人出血都不到100cc 所以完全不必输血 大手术 所以还在加护病房观察 今天早报 做了还蛮多的 说这个患肝保命 早来的名医 当然不是一般的医生 这是亚洲第一位 完成肝脏移植手术的医师 他的故事 他的手术的技法 以及医疗的能力 今天早报还说 日剧曾经做了一篇 据此为原形 拍了一部日剧 叫做孤高的手术刀 可看得出来 这个医生有多厉害 这是盐清彪的手术 相当顺利 另外内页说 这个卓榮泰会谢党魁 转进考试院吗 卓榮泰没有证实 只说海阔天空 而在阿扁的特赦部分 今天苹果日报内页有说 停扁派密谋 520要发动特赦陈水扁 现在陈局已经交给幕僚研议了 但是蔡英文还没有松口 陈水扁则说 尊重总统的职权 到底520会不会特赦阿扁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李莱希 这个是时代力量立委 王婉玉支持罢韩行动 而被全国公务员协会理事长 李莱希反抢说 韩市长有跟他有仇吗 小灯泡的头 已经被他妈妈踢到了高雄 今天自由时报的二版 全国包括蓝绿 所有政治人物一致谴责李莱希 国民党甚至说 希望他自己离开 慢走不送 要来做切割 不过当然李莱希嘴巴还是没有松口 他并没有认错 并没有觉得说 自己的做法是不对的 生活焦点 昨天经济部长说 夏季电价确定不会取消 那因为该有的补助都已经补助了 所以夏天的电价呢 会按照原本的规划上路 六月份会正式上路 NBA大咖力挺 最快两周之内会重启 大联盟也要在研议开赛 不过时间表目前还没有出来 我们时间到了 明天见 拜拜 中广新闻网 有Telegram官方账号咯